就超过了新台币1亿元 而我们也独家掌握到 有机很可能是华裔的日本人 其实重机手持武器 咒服野出 日本暴走族让多少人闻风丧胆 本把Keyo殴打计程车司机事件中 主嫌有机龙辉 传出可能是日本知名暴走族 关东联合的头目之一 关东联合会其实我们讲是暴走族 就是他们改装车子 改装机车等等之类 无事以法际存在 那他们往往就成为这些 所谓的黑社会的头目们